这件东西简直就是我们匆匆经过的 但是你想一下它为什么可以被放在展览当中呢 它千里迢迢迢运动这儿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而且恐怕价值和地位也不低 大家好我是碎片 上一期呢分享了一个 关于古希腊罗马墓葬文化的一个小东西 墓碑石棺这一类的 薄薄的这个意大利古罗马的展 当中的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艺术品 或者说文物更准确一些 借着对它的分享呢 我们来再近距离的讲一下这个内容 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先上一下 看就是它 这个是一个石灰岩的或者是宁灰岩的雕刻的浮雕件 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粗糙 而且呢 食材也不贵重 比同台展览当中的陶瓶画啦 大理石的著名人物的头像啊 以及这个青铜的这个作品来说的话 那这件东西简直就是我们匆匆经过的 但是你想一下它为什么可以被放在展览当中呢 它千里迢迢迢迢迢劲 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而且恐怕价值和地位也不低 在古代社会里面一个文化圈是如何形成的 注意这个文化圈不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朋友圈啊 它指的是一个区域内的文化 比方说我们东亚地区的文化圈 那无疑就是儒家文化圈 那么在罗马地区呢 其实就是环地中海文化圈 环地中海文化圈里边 怎么能够通这件东西看到呢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丧葬文化的一个题材 是吧 表现在上面 那当我看见这件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个相对来说 在各种书籍当中都会出现的更著名的一件 它是出产在 希腊半岛 阿提卡半岛上的 就是雅典地区的一个大陶瓶装橄榄油用的 或者是装酒用的 今天它陈列在希腊考古博物馆里面 就是他们的国博 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做过这个讲解 还拍了资料片 所以呢 为了方便我们现在理解 这一件古罗马的宁慧岩的作品 我们先上这个资料片 我身后这巨大的陶瓶 不仅从体量上可以给人震撼一下 更重要的是 它所体现的是 整个希腊早期文化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通体的所有的这些描绘呢 其实带有浓重的东方的几何纹样 但是在这个浓重的东方几何纹样里 已经开始出现了过渡 就是具象的表现模式 在这个陶瓶上已经表现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世代 里面所表现 其实是一个丧葬的送葬过程 这里面有大量的女性在抓着头发 这个是整个东地中海地方 所表现的一种跟哀痛有关的动作 他们可能也要流泪 大声的嚎叫 还有死者自己的头发 而中间这个躺在棺床上面 就是死者本身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所有的人是一个平视的透视 而这个躺在棺床上的人 感觉是一个侧身 但不是的 实际上他这个地方所使用的透视 是俯视的透视 换而言之 那个年代的希腊人还没有掌握在一个平面上面体现一个三维的空间的技巧 这个实际上也是他从埃及继承所有或者说大部分审美以及描绘特征的一个最基本的表现 因为埃及人的大量壁画也是这样的 他们为了表现后面的人会把人画在上面 而表现前面的人会把人画在下面 好资料片看过了 好资料片看过了 是吧 通过我站在旁边你会发现那个体量是很大的 这些东西大概有一米五五左右 是一个桑葬用品 然后最重要的呢 就是他中间的那个世代 你发现了吧 他和这个雕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内容 就是送葬的队伍中间躺的一个人 然后散点透视的 还有最重要的这个哀哭的女性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入手 通过这两个东西的比较 你最起码知道 罗马的是从希腊的继承来的 但是我们了解的一个文化现象就叫做 次生文明 次生文明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原创性质的 它受到了周边更古老文明的影响 那么对于希腊罗马来说 这个更古老文明影响 其实就是东地中海地区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在小亚西亚的 就是两河流域 这个小亚西亚沿岸的 另一个呢 就是尼罗河流域的 就是北非的埃及的这个内容 这件东西特别能表达北非埃及的文明 对希腊罗马的影响 这个丧葬队伍里边 这个职业哭丧妇女这件事呢 既不是罗马的也不是希腊的 它在埃及时期就有 我们在这个埃及最著名的东西就是 亡灵书 以及它的很多这个 这个纸杀草的文献当中 都可以阅读到这种情节 一般来讲 从事这种行业的妇女 是非常这个身份低下的 所以你看 它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表现起来 是非常这个入戏的 而且可能最引注目 因为在送葬队伍当中他哭得最厉害嘛 但其实他是整个这一场 这个出殡也好 送葬队伍里面 价格最便宜的 那个做木乃伊啊 棺材啊 陪葬品呢 哪个都比他贵 那这些人在哭丧结束之后 可能得到的报酬仅仅是供奉死者的 或者是进献给神的这些食物 然后分给你吃一吃 也就结束了 有的时候会得到一些少量的报酬 那么他们是如何这个表达自己的哀痛 就换而言之 他们怎么表演这件事情呢 那首先啊 是要赤裸上身 然后在自己胸前要抹一些白色的颜料 然后在这个整个哭层当中 肯定要哭嘛 而且为了表现自己很哀痛 除了刚才这两件艺术品都表现出来 就是抓头发这件事情以外啊 他们还要穿非常破旧的衣服 你想啊 非洲啊 它很热呀 然后赤裸上身 它能穿啥呀 就是一个破布又脏又旧的 这个特别重要 相当于是一个职业服装啊 又脏又旧的一块破布围在下体上 然后上身是这样 然后再哭泣 我们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馆藏的一个著名的亡灵书当中 你就会看到 这个里边有这个死者的木乃伊 然后有这个送葬的人物 然后有两个一个柜子 一个站子的这个女的 这就是埃及的职业酷丧的女性 那么它转移到这个几何纹样的 古希腊的大陶瓶上 刚才我们看到 它也是这个样子 这件东西是几何纹样的 所以它是早期希腊风格的 大概是在公元前770年 什么时间的 就相当于我们东周西周交界的那个位置啊 公元前771年 这一年发生什么事啊 著名的烽火系诸侯以后的平王冬迁啊 也就是这个著名的中国事件的同时有了那个大希腊陶瓶 那么它表现的就是这个送葬的模式 那它再往后再进入到了古罗马 然后你在这个浮雕的宁灰岩上看到的还是这个模式 除了这个以外呢 埃及时期也提到就是送葬队伍的这个棺材呢 是要有人抬的啊 特殊的一个木敲滑板的抬杆 把它抬起来 那上面也会有一个四个杆拿着的这么一个帐篷啊 支在上面 你在这个浮雕上面 就是这个国博的这个展览当中的宁慧岩的浮雕上 也能看到有这么一块布是吧 上面还有星星啊 月亮这种啊 样式的这个花纹 那么这件东西不仅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看这个一直绵延到今天 他们在西方的天主教的宗教巡行的时候 在圣像的上面也会打着这么一块布 其实都是借鉴了这种传统的宋葬队伍的习俗 来整合这些宗教仪式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继承和发展和融合的关系 那宋葬肯定有乐队嘛 那这个古罗马的乐队有自己的特征啊 你看这个上面的人 下面人其实代表就是埃及的散点透视 在上面人就是后排的人啊 那前面那一块呢 有好几个吹着弯弯的号 这个就是罗马典型的乐器 它叫做科尔努号 我现在给你找一段音乐听着啊 此时此刻你听到这个音乐的声音呢 就是科尔努号的声音 这个号呢其实是军号 就是罗马人嘛 这个以军事扩张立国 所以呢 它就是这样的这种声音 听起来有点悲壮 对吧 它奏的可真是军乐啊 不是哀乐 那军队里面听这种东西啊 我们一般讲 哎 军队不得有古武士气吗 但其实最起码在古希腊罗马 这个古典时代 对战士最伟大的歌颂 或者是鼓励 其实就是这种悲壮的情绪 因为这个埃及罗马 不是希腊罗马呀 他特别强调 人对命运的无法抗拒 以及最终走向悲剧的这种 哲学思考吧 这不是什么 悲哀的事情啊 他们认为这是最光荣的 所以你看这个音乐里边 其实也代表着这样的一种 最长远伟大的歌颂 就是这样的声音 好 那么这件东西呢 其实你从材质上 从做工上 肯定都比不了其他的 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不要从这里 从从走过 你除了要捕捉这里边 这些众多细节之外 最重要的是 你要通过这些东西 去体会一件事 就是我们开篇讲到的那件事 那就是 在古代的社会过程当中 人们的文化圈 是逐渐的扩张 然后联合起来的 然后区域性文化 就会有不同的表现 那这个也就是所谓的 各美其美的状态 但是你会在这里边发现有很多 似曾相似的习俗 它不仅仅是希腊 大罗马甚至古埃及 这个一直贯穿的 我们东方有很多认知 其实也差不多 这个其实也就相当于是什么呀 天下大同 合众为一 就是这么一种观念 于是你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件文物 虽然它粗糙 可是它表现了很伟大的意义 好 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 我是碎片 欢迎你关注我的频道 有点知优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